software的课程 今天等于我们拍视频了 哪里我会来拍一张视频 剪辑一下 哪里三缺youtube 其实有看人家讲说 他们留言讲了 他要看我用中文去拍一个vlog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决定用这视频来呈现出来 来 me built 你们的 needs 今天要教你们大家如何去锻炼 集中在这些腹肌的地方 如果你要练腹肌的话 I mean 这个三个动作是超级简单 super easy ok 谁都可以做到 要呈现出来这个apps的话对不对 其实有很多那个 expect你要去fulfill一下啦 就是你吃的地方对不对 你要吃得够营养 吃得够干净 然后要去照顾啦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睡眠品质 一定要超级好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睡眠品质 整天都是熬夜这样子吃零食 然后打游戏通宵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是 很难很难很难这样子 如果你年轻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你是到一半年级这样子 你的那个星辰代谢啊 荷尔蒙开始跌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比较难去断练出来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水分要摄取到超级足够 这三个东西要摄取超级足够 然后打标过后 你就会把你的腹肌本线出来 就这样简单也 今天要给你们三个动作如何 断练你们的腹肌 ok 只是大概在这边放了 so 我目前为止是刚从 82公斤减到77.15 所以这个期间我是有在锢锻炼的地方 因为基本上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做中训力量训练这样子 来到这些腹肌动作的话我会 没有这样想去练啦 也会懒惰对不对 我觉得练力量会比较有效 我知道腹肌是一个很有生美观的东西 很aesthetic这样子 可是我本身会比较需求的是力量 balancing 分析这样子啦 ok 基本上你要准备的东西就是 一个yoga mat ok yoga mat很重要啦 不然你在地上做那个 卷腹啊 那时候你会伤到你的lower back 这样子 back to two years ago 我锻炼腹肌那个期间 我是没有用yoga mat的 那个时候就痛到我干嘛都不认得了 所以记得啊 不要重犯我之前做过的那些错误的东西 就是用一个yoga mat ok invest一个yoga mat 然后你有更好的这个回馈吗都会easy啦 ok我们已经是要好我们的 training zone了 这个是我们训练的地方 所以这里有 我立下来这边 这三个动作跟着去做 等下我会释放给你们看的 所以 这里有一个 试炼生命一个东西前啦 你们锻炼腹肌的时候 不要以为 做多就会练到更多这样子 这是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概念 所以记得啊 卷腹的时候 你要吐气 然后你release的时候 你要吸气 你卷腹的时候 吐气 你要做正确的方式 然后呼吸 试出的rhythm是很重要的 记得啊 所以我们先 装个不靠 好 我来说 好 好 我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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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完的動作叫做Crunches 我做完的動作叫做Crunches However 做到這個動作的時候啦 本上你是要吐氣的 你捲腹的時候要吐氣 是有剛才前面講過的 如果要吐氣然後下手要吸氣 所以你才會有正確的contraction Mustle contraction是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達到那個contraction的話 你基本上是很難動練到你的腹肌 然後你的Mustle是很難stretch到的 Stretch 伸展到的 So 我們 moving on to the second exercise legs 鼓然斯小腰 靈體 ちは這種能力 而是很難 lash 為人是汁 即逐了 OK,所以我们已经做完第二个动作了 所以第二个动作叫做Leg Races 是basically target你的那个lower abs那边的 所以就是锻炼你的那个腹脊的下半段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超级有效啊 但我很建议大家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你知道吗? 很简单,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后面 来去补助一下 所以也不会讲太难,也不会讲太简单 就是中等,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做 OK? So,我们moving on to the last exercises Let's go It's all about human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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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刚完成我的workout So,刚才我做的那个workout是4 set 然后每一个动作都是15下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 Intensity,这个volume不够 或者你可以去提升那个set 啊,maybe做5 set 还是6 set 这样子 因为我基本上是 对于这个训练是没有这样适应啊 因为太久没有锻炼腹肌了 所以是比较弱一点啊 我觉得你们是比我强了,对不对 所以可以做更多 然后确定啊,确保一下你们的饮食水分 然后睡眠要充足 这样子的话就 perfect了 OK? So,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都可以 请分享 所以给你的朋友知道 还是点个赞 subscribe我 OK?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MING PAO CANADA